欢迎大家收看突发与现场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英伟达中国特供版H20芯片 据报下月接受预定 北京到上海高铁再提速 只要2.5小时 分析习近平的购买新产品运动 能修复中国经济吗 麦康奈尔将于11月 辞去参议院共和党领袖职务 华盛顿希望通过非洲 恢复一条关键矿产超级铁路 Cybertruck到底是为谁设计的 特朗普要求纽约上诉法院 推迟对民事欺诈案的判决 请大家收看 天涯社区资金链断遭身破产 被追讨逾千万元 综合新闻 盛极一时的网络论坛天涯社区 在经历停止运作 意卖筹款等挣扎后 26日传出被申请破产 被执行的总金额超过1051万元人民币 另有限制消费令及股权冻结 天涯社区曾是中国最流行的网络论坛 文学作品《孕育帝》 内地大卖的《明朝那些事》 《鬼吹灯》等作品 也是成名于天涯社区 是许多70、80后网民的青春、回忆 据财联社引述中国企业资讯 整合平台天涯查 天涯社区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增一则破产审查案件 申请人为张新 承办法院为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据风险资讯显示 目前被执行总金额超过1051万元 此外还存在多项限制消费令及股权冻结资讯 英伟达中国特供版H20芯片 据报下月接受预定 综合新闻 中国媒体报道 美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 专为中国市场设计的人工智能 AI芯片H20 将从3月下旬起接受预定 不过由于性价比不高 中国经销商对H20的需求声量并不大 据科创版日报星期二2月27日报道 该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处了解到 英伟达对华特供版AI芯片H20 将在英伟达今年的GTC大会 GPU技术大会地幕后全面接受预定 最快四周可以供货 英伟达今年的GTC大会将于3月18日至21日举行 一名产业链人士说 H20的性能相当于H100的四分之一 但性价比不太好 产能供应也跟不上 量工预计要到今年下半年 北京一名经销商则说 目前市场上对H20的需求声量并不大 主要由于H20性价比不高 另外 中国国产算力芯片也是厂商的一个选择 另一名深圳地区经销商也说 目前还不确定是否会进货H20 需要根据后续的市场需求来决定 北京到上海高铁再提速 只要2.5小时 综合新闻 上海到北京仅需2.5小时近日成了中国的网络热搜词 此说法源于今2024年初关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国铁集团将完成最快高铁C2450样车的相关报道 但现在有媒体仅用一个简单算法 就得出C2450无法只花2.5小时即从上海抵达北京的结论 今年初有报道提到 国铁集团即将完成C2450样车制造 并预计于2025年正式启用 而C2450在测试期间的运行时速达450公里 商业运行达时速400公里 有望成为世上最快的高速列车 从上海到北京可能只需要2.5小时 这项消息 在当时就受到许多人热烈讨论 到了近两天 又再度成为大陆的网络热搜词 但景观新闻昨27日指出 金户高速铁路从北京南站到上海虹桥站 全长1318公里 就算C2450以时速450公里行驶且中间不停站 也无法在2.5小时内通达两地 另外 虽然C2450在测试期间的时速可达450公里 但大陆高铁实际运行时 速度通常不会那么快 按照惯例 C2450正式运行的时速应不会超过400公里 分析 习近平的购买新产品运动能修复中国经济吗 日经亚洲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公民购买新产品 以提振国家疲软的经济 这让许多消费者和小公司感到困惑 习近平鼓励人们用新产品替换旧产品的运动 正值许多中国人无力购买新家居用品的时候 而小型和中型私营企业也无力升级基础设施 许多中国社交媒体用户认为 这一运动背后有别有用心的动机 认为政府试图清理积压的库存 习近平的呼吁也正值中国私营部门 因政府长期优先考虑国有企业的政策 而陷入困境的时候 已故的宗庆后杭州娃哈哈集团的创始人 是中国商界的先锋人物 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代表人物 宗庆后的公司娃哈哈能够在私营部门中发展壮大 但如今许多中国私营企业正因政府优先考虑国有企业而陷入困境 此外 中国的过剩产能问题和消费疲软导致私营企业对未来失去信心 削减资本投资 许多人认为习政府呼吁公民购买新产品是一种违背市场原则 忽视私营部门需求的过时举措 习政府需要优先考虑私营企业的需求 以振兴中国经济 政府应该保证私营企业自由应对市场需求 而不是发布自上而下的命令 并优先考虑国有企业 政府对国家安全问题的强调 束缚了私营企业 非政府组织和普通中国公民 也阻碍了对中国的外国投资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习政府应该制定一项彻底的政策逆转 让全世界人民都能理解 麦康奈尔将于11月辞去参议院共和党领袖职务 BBC参议院最长任期的共和党领袖米奇 麦康奈尔宣布计划在11月辞职 麦康奈尔担任领袖近20年 他在周三的演讲中表示 是时候继续前进了 尽管与唐纳德、特朗普派系失宠 麦康奈尔在推动保守派优先事项 和选举共和党人进入国会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演讲中 麦康奈尔强调了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重要性 尽管在特朗普孤立主义言论的影响下 该党已经经历了意识形态上的转变 华盛顿希望通过非洲 恢复一条关键矿产超级铁路 外交政策 美国正在加大在非洲关键矿产领域的努力 该领域目前由中国主导 美国政府承诺向恢复洛比托走廊 提供数亿美元贷款 该走廊是一条长1200英里的铁路 将把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赞比亚的关键矿产 运输到安哥拉海岸 中国在过去20年里 至少投资了1700亿美元 用于非洲的基础设施项目 使其在争夺关键矿产方面具有重要优势 分析人士表示 美国面临着一条漫长的道路 包括吸引私人投资和考虑政治风险问题 美国的努力是为了在担忧 中国关键矿产供应链主导地位的背景下 实现与中国的风险分散 上个月 美国参议院的两党议员 提出了关键矿产安全法案 旨在帮助美国减少对北京的依赖 Cybertruck到底是为谁设计的 彭博社 据彭博商业周刊报道 埃隆 马斯克的隧道公司The Boring Company 因其被指缺乏创新和工人安全问题 而受到审查 该公司的目标是 创建一个连接城市的高速地下交通系统 但它已经减少了雄心 并目前正在拉斯维加斯 进行一个隧道项目 该公司面临来自工人的投诉 包括有毒水和化学灼伤等不安全条件 The Boring Company否认了这些指控 另外 彭博记者汉娜 埃利奥特对特斯拉Cybertruck进行了评测 并发现它令人惊喜的好开 尽管设计具有争议性 埃利奥特指出 它在路上很显眼 并吸引了路人的注意 Cybertruck的续航里程 并不像宣传的那样 令人印象深刻 但驾驶体验很愉快 然而 埃利奥特对支持埃隆 马斯克表示了保留 因为他的行为颇具争议 最后 埃隆 马斯克与圣和赛的一个派店店主 发生了争执 特斯拉曾向该店订购了大量的派 来庆祝情人节 但后来取消了订单 这一事件引发了愤怒 但马斯克在推特上表示 他会解决问题 争执地解决情况尚不清楚 总的来说 埃隆 马斯克的企业面临着工人安全 和缺乏创新等问题的批评 同时也引起了关注和争议 特朗普要求纽约上诉法院 推迟对民事欺诈案的判决 华盛顿邮报 唐纳德 特朗普要求在他上诉该判决期间 暂缓执行4.5亿美元的判决 特朗普被命令支付罚款 因为纽约最高法院法官得出结论 他和其他人向金融机构提供虚假数据 以便以较低利率借款 特朗普的律师称 这一判决是前所未有的惩罚性的 共和党每天都越来越明显地 成为特朗普的党派 华盛顿邮报 米奇·麦康奈尔辞去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职务 标志着老共和党建制派的最后一级 因为该党坚定地朝着特朗普主义迈进 现在共和党明显是特朗普的党 前联合国大使尼基·哈利 在密歇根州初选中 只获得了27%的共和党选票 这一点可以看出 特朗普已经赢得了他的支持 以及麦康奈尔的副手约翰 通纳的支持 这表明他正在获得对共和党的权利和控制 如何找到一次你真正喜欢的邮轮旅行 华盛顿邮报 乘坐邮轮的乘客通常会根据停靠港口选择旅行 但在计划案上观光时必须足够聪明 因为时间有限 最方便的选择是通过邮轮报名参加观光活动 邮轮公司会安排并审核运营商 按上信用可以用于观光活动 船长会等待旅行团返回 即使他们超过了预定的离港时间 然而 由邮轮公司组织的观光活动 可能会让人感觉像是一种非常旅游化的方式 来参观港口目的地 而且费用也比与第三方运营商预定要高 自己组织观光活动还有其他好处 比如更大的灵活性 更多样化的活动和更个性化的体验 建议尽早预定观光活动 特别是在提供免费按上活动的豪华邮轮 和乘客众多的大型邮轮上 观光活动很快就会受请 如果冒险涉及多种交通方式或长距离 与邮轮公司报名是更安全的选择 如果观光活动离邮轮很近且简单 你可以轻松自己安排 在邮轮出发前 研究观光活动选项也是明智的 观看 法国学生在访问中国海滩时 对他的发现感到震惊 雅虎 一段在TikTok上病毒式传播的视频 引发了关于中国海滩上安全摄像头 日益增多的争议 这段视频是由一名22岁的法国学生发布的 视频中展示了中国海南省的海棠湾 海滩上摆满了摄像头 一些用户认为这些摄像头侵犯了隐私 而另一些用户则赞赏他们带来的安全性 这些摄像头是中国更广泛的监控和控制措施的一部分 既是对犯罪活动的威慑 也是确保公共安全的手段 然而 人们对隐私问题提出了担忧 阿肖卡·莫迪认为 印度在道德领导力方面存在不足 这导致了印度的发展受阻 经济学人 经济学人的一篇专栏文章指出 印度正面临一场恶化其经济和社会问题的道德危机 该国领导人忽视了教育 性别平等和环境保护等公共利益 导致缺乏体面的工作和可持续发展 在全国选举即将到来之际 情况尤为严峻 政治家们更关注短期的施舍 而非长期的解决方案 该专栏呼吁印度的公民意识发生转变 更加强调地方政府和公民参与 这将有助于解决该国在就业 人力资本 司法和环境方面的不足 并给那些寻求海外机会 或为自己的权益抗议的人带来安慰 该专栏认为 只有当印度的公民 能够真正从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中受益 该国才能成为一个崛起的国家 密歇根州的未决选票 引发了民主党人之间的辩论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选民群体 华盛顿邮报 民主党内部存在担忧 认为拜登总统正面临来自一个 充满活力的 清巴勒斯坦运动的重大挑战 这一担忧 出现在密歇根州民主党初选中 投了大量未决定的选票之后 大约13%的选票未决定 反映了该州民主党选民的强劲投票率 然而 未决定选票的高比例 让一些民主党人认为 如果拜登总统希望在11月 赢得关键的摇摆州 他必须改变方向 重建与民主党的关键派别的信任 一些人担心 拜登竞选团队 低估了阿拉伯裔美国人 穆斯林 年轻选民和有色人种 对总统在最近加沙冲突中 对以色列的支持 所感到的愤怒 清巴勒斯坦运动计划 在即将到来的初选中 发起类似的努力 活动人士表示 拜登至少必须呼吁 在加沙实现永久停火 然后他们才会考虑 在11月支持他 一些人批评总统 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辞极其不足 各种新型电池 将为电动汽车提供动力 经济学人 波兰的尼萨工厂是欧洲第一个生产用于电动汽车 EV的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工厂 该工厂由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材料集团 由米克尔所拥有 其模块化设计 可以快速切换生产 以满足不同类型电池化学品的需求 EV电池是汽车中最昂贵的组件 占据了大约40%的价格 正极是电池中最关键的组成部分 占据了其价值的大约一半 尼萨工厂的生产过程复杂且专有 参观者和员工需要移出所有个人物品 包括手机和珠宝 该工厂主要使用锂作为主要原材料 这些锂来自智利和澳大利亚的矿山 然而 该工厂还在探索替代电池化学品 包括磷酸铁锂 LFP 电池和耐电池 尼萨工厂已经在扩建 正在与PowerCo合作在隔壁建造第二个工厂 PowerCo是大众集团的电池业务的合资企业 德克萨斯州边境城市 为拜登和特朗普的对抗性访问 提供了不同的背景 美联社 美国总统乔拜登和他的共和党对手唐纳德 特朗普将在周四在德克萨斯州边境 进行对决性的亮相 但拜登选择的布朗斯维尔和特朗普选择的鹰派 将提供截然不同的背景 马克 扎克伯格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讨讨论人工智能风险 雅虎 Meta首席执行官马克 扎克伯格在亚洲执行期间 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面 讨论人工智能AI的问题 尽管会谈的细节尚未公开 但扎克伯格对日本正在进行的工作表示兴奋 此次会议是在Meta承诺打击虚假的AI内容之后进行的 该科技巨头正在与LG电子和三星电子合作进行扩展现实XR和存储芯片项目 扎克伯格接下来将前往印度参加Reliance Industries董事长穆克什 安巴尼的柚子安南特 安巴尼的婚前庆祝活动 你的假包可能如何为国际犯罪的黑暗世界提供资金支持 澳洲ABC 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调查 仿冒时尚品牌越来越多地资助有组织犯罪 人口贩卖和恐怖主义活动 自2013年以来 仿冒商品销售额翻了三倍 每年估计达到7万亿美元 仅2020年时尚行业就损失了760亿美元 社交媒体平台如TikTok和Instagram 推动了仿冒贸易的发展 社交媒体红人向大众炫耀奢侈品牌 针对仿冒时尚的兴起 一些公司开始专注于二手奢侈品市场 消费者可以以较低的价格购买真正的设计师物品 仿冒时尚的兴起 得益于TikTok和Instagram等社交媒体平台 这些平台使奢侈品牌对大众更加可及 因此 二手奢侈品市场正在迅速增长 尤其是在推动销售的C世代和迁徙一代中 然而 仿冒时尚的兴起 对时尚行业以外的领域也产生了影响 仿冒商品销售资助了国际犯罪团伙 包括人口贩卖和恐怖主义活动 还存在洗钱和非法毒品交易的担忧 尽管当局努力打击仿冒时尚 但问题仍然存在 犯罪网络变得越来越复杂 普拉伯沃将如何领导印度尼西亚 外交政策 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普拉伯沃 苏比安托在第三次尝试中赢得了总统选举 初步计票结果显示他获得了58%的选票 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即将卸任的总统左科 维多多的受欢迎程度 维多多在2019年任命普拉伯沃为国防部长 并支持他今年竞选总统 普拉伯沃的经济政策是民粹主义的 承诺增加补贴并增加财政赤字 他的胜利可能被视为左科维多多总统任期的延续 但普拉伯沃好斗的性格和过去的人权记录 引发了对印度尼西亚民主未来的担忧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的观察员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新闻摘要 首先,我们谈谈天涯社区的资金问题 这个曾经风靡一时的网络论坛 现在却遭到申请破产 被追讨了超过1051万元人民币的款项 这对许多网民来说 可是一个青春的回忆呀 不过,这也提醒我们 网络世界也是需要资金经营的 希望天涯社区能够重新振作起来 接下来,我们谈谈英伟达的新产品H20芯片 这个专为中国市场设计的人工智能芯片 下个月就开始接受预定了 不过,由于性价比不高 中国经销商对H20的需求并不大 或许,中国国内的算力芯片也是一个选择 再来,我们谈谈北京到上海高铁的提速问题 有消息称,以后只需要2.5小时就能从北京到上海了 不过,根据我们的分析 这样的速度是不太可能实现的 即使高铁时速达到450公里 也无法在2.5小时内通达两地 不过,提速的努力还是值得称赞的 接下来,我们谈谈中国经济的修复问题 习近平主席呼吁公民购买新产品以振兴经济 但这一呼吁却引起了消费者和小公司的困惑 许多人认为这是政府清理库存的一种手段 此外,中国私营企业也面临着 政府优先考虑国有企业的政策所带来的困境 我认为,政府应该更加关注私营企业的需求 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来振兴中国经济 最后,我们来谈谈特朗普的最新动向 特朗普要求纽约上诉法院 推迟对民事欺诈案的判决 并呼吁共和党国会领袖辞职 这表明共和党越来越明显地成为特朗普的党派 同时,特朗普的企业也面临着工人安全 和缺乏创新等问题的批评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摘要 我们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提出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